我們現在會在永康街跟信義路的交叉口 隨著鏡頭慢慢往北面帶 左手邊看到是小南門動畫店是剛開的 右手邊的阿獸皮鞋原本是在永康街跟信義路交叉口那邊 現在看到的是東門捷運站的6號出口 今天要看的房子是位於這個商圈 南靈怡商圈的一個公寓4樓的產品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靈怡街75巷跟靈怡街交叉口 隨著鏡頭往左手邊帶呢 現在看到是靈怡街75巷 沿著75巷走到我們靈怡街 這靈怡街上是我們的東門市場的早市 那我可以看到在這交叉口 有東西正在新蓋的建築 是有更新建設所興建的一個都更岸 那靈怡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巷道屬於比較多的單行道跟彎曲區的八卦的形狀 早期大部分都是日本官社為主 我們這邊的學區呢是信安國小跟金華國中 像我們今天來到了靈怡街63巷 它是一條6米的單行計畫道路 在左側的部分有停我們的機車跟汽車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把鏡頭往右手邊帶 可以看到我們今天要看的建位的外觀 我們大家要看的是左側的這邊四樓 可以看到前面是雙拼的一個產品 電樓梯間在中間 那比較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呢 我們是一層四拼的公寓 現在我們已經進來了我們的一樓的loby 在loby可以特別介紹的部分呢 是左側停放我們的腳踏車 那這樣我們在loby比較能夠了解說 它的一層四樓是什麼規劃的 前面兩戶呢是面我們零一階六有三項 那經過我們中間的天井的部分呢 現在看到是我們的天井 那接下來我們如果走後面這個樓梯呢 上面一樣左右規劃兩戶 是面後面的防火象 動具會稍微窄一些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我們四樓的公梯間的部分 可以看到公梯間這邊有一個開窗通向我們的天井 隨鏡頭往左手邊帶呢 我們可以看到四樓到五樓的公梯的部分 它有做一個鐵門的針箭 接下來我們準備進到我們的房間室內去看 首先你現在看到的是我們的客廳的空間 客廳左手邊外面呢 有我們的陽台 面前面的01階六有三項的巷子 大部分的家具呢都是採用可移動式的家具 非傳統型的木座 那我們先把鏡頭往右手邊帶 可以看到 從走到過去呢是我們的房間 跟我們再來我們餐廳的位置 現在已經來到我們的工作陽台 我們可以看到在畫面的右手邊呢 我們陽台是屬於長條形的規劃 除了我們客廳可以到我們陽台以外 我們主臥室也可以通往我們的陽台 接下來我們把鏡頭往外深 可以看到在我們左手邊的斜對面呢 有一棟新蓋的獨棟的建築 那下面是我們剛從進來的01階六的三項 對側有退縮約三米的空間 我們則沒有做退縮 所以實際上的動具的感覺呢 約有九到十米左右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我們的室內 我們先來看右側的第一間的房間 它位在餐廳側邊 這個房間的開窗面呢 是開向我們的天井 室內目前擺放一個雙人床組 跟一個早期的壁廚式的設計 右手邊的開窗是我們剛剛的公梯間 再來我們出來現在看到的是我們餐廳的空間 餐廳連接是我們的廚房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是規劃一個長方形的一個流理台 也是比較早期的設計 之後可能都還做一些改裝的動作 那外面是我們一個工作陽台 我們工作陽台呢 目前設計比較小一些 而且前面的陽台反而顯得比較大氣 那目前我們的天王瓦斯表跟我們的熱水器呢 還有我們洗一洗都是規劃在這個位置 再來我們準備往我們的走道前進 順帶提提到我們客廳的朝向呢 朝向西南面 客廳朝向西南面 這邊還有規劃兩個房間 分別在左邊中間 右邊這是我們的客位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客位 客位的部分呢 規劃一個泡澡的浴缸 那淋浴的蓮蓬頭呢 直接在我們浴缸前側 算是一個比較早期的設計 再來我們看到左手邊第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跟我們剛剛看到的 客廳後側的那間房間呢 大小差不多 它的朝向呢 一樣是朝向 跟客廳朝向一樣 都朝向西南面 左手邊有一個可移動式的衣櫃 再來我們準備把畫面帶到我們的主臥室 進來我們的主臥呢 右手邊是我們的衛浴的空間 那再進到衛浴左手邊這邊 我們的壁廚的設計 在衛浴的空間的大小呢 跟我們的客位大小 是基本上是左右對調的 非常類似 就一樣是泡澡的淋浴缸 那上面的天花板呢 我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天花板它現在現有的混泥土的狀況 那比較大的差別在於說我們的主臥室的衛浴呢 有一個對外的自然開窗 這邊看到的是我們跟我們隔壁靈洞的動具 動具約末兩米多左右 那左手邊這個白色的混泥土墻呢 這是我們主臥室壁柱凸出來的這個空間 剛剛看到混泥土墻呢 就是這一塊凸出來壁柱的空間的部分 剛剛在一開始看到我們客廳的陽台 它是連接到我們現在主臥室一整排長條型的陽台 那樓上樓下呢 有些因為陽台規劃實在太長了 以在台北市寸土寸計的情況下呢 會做外推增加室內的實際的面積跟空間 最後補充我們房子 步行到東門今天站六號出口的步行時間 約末四分鐘 我們房子目前是規劃三個房間 兩套位浴一個陽台以上